大家好,我是班达帅,欢迎收看本期视频给大家带来的是监管者第一视角的实测古董商,对面是排到了四个古董商,好不容易排到一把,来我们来看一下,这个角色我也是玩了一下,感觉怎么说呢,哎呀,还想躲无人,操作压力还是蛮大的,哎呀,想趁实体刀,哎呀,这波博弈没玩过他,没关系啊,我们这边架一个野把他带走,待会他们 他们就会全要来,红光,这个想骗红光其实有点难吧,我就板子下不掉,终究是白搭,转点,拉开,可以啊,我这边的话再一个野,让他架在这个点就能带走,他这边的话还没使出他的棍棒啊,这你棍棒不使出来,把这个板子破掉就避倒了,这位置就避倒了, 反正落他,呦,这其实还可以啊,这还可以,只是他的这个,棍棒,呦,哇,帅呀,这小伙儿操作可以啊,还有手飞轮,原来是个飞轮古董商, 那我等误刃,我等误刃,我要把架这个点,等误刃,好,哎,想飞出去,可以,他这波飞出去,不过我误刃也好了,也差不多吧,外面,这波被遛掉了将近三台机啊,挂的话就在这边挂,因为这边的板子都已经用掉了,挂这里面,然后做一波防守,做一波防守,整个局势的话,其实我是一个小猎的, 但是由于我们是测试,他们我觉得他们一定会来打架,他们如果说选择修机什么的,那我可能会难打一点,而且他们的这个薄命还不好说,看见人了,我这边位置压住,再补一个眼,我这边可以打一个隔墙无刃的,哎,你以为,啊,打针对,哎呀,我去,想摸起来, 嗯,还行吧,我们主要抓的这个人是已经倒了,然后我这边误刃也好,呦,这,我还被他,给纸割了,大家可以看到我这手弯了,带你走,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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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赶紧赶紧赶紧,先把人挂上,这,万一输了就不太好了,万一输了就不太好了, 嗯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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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我等你 飞轮 好 我等 我等 我就又 真的是我要被他们捶傻了 打我 好 来 我先 我主要想等个误刃 全来了 全来了 没关系 我再补个眼 这个人是个上挂飞 我大不了 我跟你们说 我大不了 我切个 我切个金身 我切个金身 玩 来来来 你们他们 大家注意啊 可能 还没有玩过 观众不知道 这个道具是 可消耗的 我这边 就 他们打着 我一定赢 为什么呢 我等你交自己来 你们全在那边晃着 该交的棒子都已经交完差不多了 是吧 没飞轮 好的 来 来 还好 这把大家就相对来就打得比较娱乐 我快被 我快被捶傻了 你们知道吗 有一说一 这个角色配飞轮 杰克还真的蛮难打的 放弃了 放弃了 打得好 打得好 对面打得非常不错啊 这个操作比我想象中 因为我觉得可能 没有那么难打嘛 没想到遇到了这些操作精良的小玩家啊 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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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么也是感谢大师卡 这把的话 因为操作压力有点大 可能讲的没有那么详细 大家也看到了就 4个古董上围在一个屠夫打 我差点被捶爆了 要不是这个局 真的 就是他们可能只是未来来玩一下的 真的就是外面有一个人在修机子的 然后两个人追着我打的 我可能就被捶爆了 拜拜